恭喜發財 屬府的人在2018年某率9年的運程是怎樣呢 我給你一個金句 就叫平平不犯犯 懶惰則退 這句說話是怎樣解釋呢 雖然屬府的人今年是三合舉例的合貸稅 但這個合貸稅對你來說 都無風無浪 平平凡凡的 但懶惰則退就要留意了 如果你是今年墮後或者懶惰的話 那些東西不單止不會有進帳 而且還可能會有倒退的情況 所以千萬不要懶惰 另外在財運方面 記住便宜莫貪 沒有那麼大隻甲蠟隨街跳 小心 另外今年的是非小人亦多 所以就小心點口舌 否則很容易招致小人 在弄弄震 弄得你很煩惱 另外感情方面 記住今年只是暗戀 未成事 但可能明年會有好的結果 身體方面就小心點 今年會多病痛 看著眼睛 筋骨 或者肝部 容易出問題 記住